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与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请放长 今天是日本泰河敬宗学会 每一年一度 护国习哉 习福操建 三十信念法会 第一天 今天这个时间 我们在武功之前 一个小时这个时间 曾会长齐请 讲解 做三十信念的意义 有很多同修 是第一次参加 也有参加过几次的同修 对于 为什么要做三十信念 做三十信念的意义是什么 来参加完法会 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 跟着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法会 那么孙会长 提请 步道来讲解 这个也是有需要 的确我们来参加法会 也是需要了解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法会 讲到 做这个操建法会 在中国佛教试验里面 操建的法会也有很多种 在一般中国传统的试验 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操度法会 有放大蒙山 也有放大蒙山 也有放宴口 慈悲三昧水灿 洋黄宝灿 另外还有大悲灿 地藏灿 最大的超度法会是雪露 雪露大法会 这个是在中国试验啊 我们最常看到的 也有很多人到这个 试验 参加这些法会的活动 特别是 有家属过世了 总是 但是 要到寺院啊 非常法会 那么 三十系念也是 属于超见法会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超见啊 一般讲超度 超度这两个字 它的意义 还有它的由来 在西方国家 其他宗教里面 很少听到超度的 大概啊 能过世啊 做个宗教的仪式来祈祷 那么在我们中国 本土 有儒 道 在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的儒家 道家 对于先人 就是自己的父母 祖父母 历代祖先 这座祭祖先给我们最 irm 废祖先 我们现在讲祖祖祖 每一年有三次的祭典 最少也有一次 就是清明保墓祭祖 紀念祖先 再来就是中延 再来是冬至冬至祭祖 一般我们在中国民间对于清明大家比较熟悉 因为清明扫墓在大陆 在台湾 包括现在东南梁 这些法桥都还有扫墓祭祖这样的一个活动 每一年清明节 清明比较普遍 大家比较知道 所以祭祖一年最少一次 最多就是三次 就不能再多了 这个祭祀祖先这些年来 我们老师上进下功老和尚 也在极力的提倡 这个祭祖是中国传统紀念祖先的一个仪式 为什么要记住 这个意义啊 我们也要明白 祭祖先 我们都不认识了 我们大概 知道的就是 我们这一代 我们上面的父母 再上去祖父母 我们可能都要见到 有少数的 可能他家 四代同堂 真祖父母 再上去高祖父母 这就比较少了 一般父母祖父母 我们见到 那么再上去 真祖高祖 高祖再上去 肯定我们 没见过 再往前推 这个几时代以前的祖先 我们根本也没见过 那么历代祖先 我们也没有见过面 为什么 还要祭祀 祭祀这个历代祖先 这个 这个 祭祀的这个 仪式活动 它的本质是教育 教什么呢 教孝 孝道 教人 不忘本 教人 云水思源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 眼前的父母我们知道 历代祖先 已经很长远了 我们根本也没见过 不认识 那么为什么祭祀祖先 这个就是 饮水思源 我们 喝到一滴水 一口水 要想到 这个水 从哪里来的 它有个源头 那这个水源 可能距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 从很远的地方留下来 从很远的地方留下来 那我们才能喝到这一滴水 如果没有那个源头 我们就没有水喝了 我们现在有这个身体 大家知道 是得志于父母 那我们的父母从哪里来 父母上去还有父母 有祖父母 祖父母从哪里来 还有真祖父母 一直往前推 推到十祖 推到十祖 在中国推到房地 三房五地 所以这个祖先 那不是只有现前的父母 那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称为历代祖先 历朝历代的祖先 那我们都不能忘记 不能忘记 这一个根本 做人不忘本 这是娇效 那么对于 九元的祖先 我们都不敢忘记 那对现前的父母 一定啊 会去感恩 会孝顺 那么教孝 自古以来啊 忠诚出于孝子 孝啊 是德行教育的大根大本 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 百善孝为先 所有的善都是从孝道 生出来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 不懂得孝 那么他 就 不会做好事了 所以在轮里也讲 一个人啊 如果他孝孝 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孝是 兄弟啊 有爱 一个人如果在家里 他是 能敬孝 能敬孝道 能孝养 顾母 有爱兄弟 那这个人啊 就不会在社会上 犯上作乱 犯上就是造反了 做乱 在社会上作乱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看 社会上现在犯上作乱的 那太多了 肯定知道啊 他在家肯定 不孝父母 不友爱兄弟 自己父母都不孝了 兄弟都不友爱了 那他还会管别人吗 他还会爱别人吗 这个不可能 这是违反 人性的 那这个 不孝父母的人 他会去 跟别人很好 这个当中啊 那不是出于天性 出于啊 利害欢喜的 今天对我有利 我们很好 明天这个利益没有了 那这个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只是讲利 没有讲这个义 没有道义 没有讲这个义 没有讲这个义 因此 教这个校啊 指 安定家庭社会 安定国家 世界和平的大根大本 是从教校开始 这是道德的根本 所以孔老夫子他的教学 就四个字 道德仁义 道是本体 本体 就是佛法讲的自性 那本体 极然不动 一动就是得了 实在讲这个道德 我们一般人也不懂 所以讲人 孔子教学 他从人切入 人爱这个人 人就是两个人 有我 有别人 我们这个人是群居的动物 那不是一个人 可以生存 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 不能只想自己 想到自己的家庭 也要想到别人也有家庭 想到自己的国家 也要想到别人也有国家 不定只有讲自己 不定只有讲自己 想自己啊 自私自利 大家都学自私自利 互相竞争 竞争提升就斗争 斗争再提升就战争 那战争结果就是灾难 所以这个道德仁 我们一般讲道德教育 倫理道德教育 倫理是讲五轮五常 倫常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 倫常 倫常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是在什么身份地位 那么我们这个五轮啊 每一个人都有 我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该尽什么义务跟责任 所谓啊 那教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跟它是什么关系 那我 在我这个 这个 彼此这个关系 那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 这个 倫常啊 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大根大本 叫这个 那么外国没有这种交易 这个叫画外之邦 就是没有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 倫理道德英国教育的地方 叫 没有 接受到这个 中华传统文化这个 倫常 道德教育的地方啊 叫画外之邦 好 那么没有接受这个 那么他就不懂了 那么这个倫常 不管你懂不懂 这个不是说 哎呀 中国人 发明的 应该讲发现的 这个 五轮啊 第一轮就是夫妻 那你哪一个族群他没有夫妻 父子是从夫妻来的 五轮之始 五轮的开始从夫妻开始 你没有夫妻的结合 没有结婚生子 那你哪里来的父子 所以五轮第一轮是夫妻 再来是父子 再来是兄弟 姐妹 再来是外面的朋友 再来君臣 君臣就是 君是领导的 神是被领导的 在社会上 你公司的老板你是君 我们去这个公司 担任职员 我们是臣 大的公司啊 也有主管 又为人臣 又为人君 下面的部下 你是他的君 他是你的臣 那你上面还有上司 上司是你的君 自己是臣 在这个当中啊 都有这些关系在 这是五轮社会 那么五轮社会 只有中国才有嘛 日本有没有 韩国有没有 美国有没有 非洲有没有 你看看哪一个国家 没有 非洲有没有夫妻啊 有啊 有没有父子 有啊 有没有兄弟 有啊 有没有朋友 也有啊 有没有君臣 也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所以 中国他是把这个五轮 我们啊 重视这个 淪常 道德的教义 道德就是教我们 认识啊 是非三恶 真妄携成 要这个 善恶的标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在佛法讲啊 十善夜道经 十善是善 反过来就是十恶 要么认识这些 那从断乐修善开始 写起这个道德 那么英国教义啊 就是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啊 我们不遵守这个 伦常道德 啊 我们 会有什么果报 啊 重什么因 就得什么果 啊 英国教义啊 他是补助 伦理 道德 的教育 有一些人啊 认为啊 这个伦常道德啊 这个值多少钱啊 我小时候啊 也听有一些大人讲 那些 后来学了佛啊 才知道他们讲的都不对的 他说啊 尽忠的就先死了 那个奸臣都佛的很久 干坏事的啊 哎呀 那可以享受啦 干好事的啊 都很惨 那他现在社会很多人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呢他不了解啊 三世英国 所以跟他讲这伦理道德啊 他也听不进去 这个有什么用呢 所以 必须补助英国教义 知道啊 你现在很享福啊 也是你过去有做好事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你现在不知道再继续做好事 那干坏事 那将来 你就得得果报就不好了 啊 因为这个英国啊 才要 从英料结成果 他也必须一段时间嘛 时间有长有短 啊 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啊 好像啊 我们今年种了稻子 那明年才能收成啊 那不是 不是马上种马上 它就长出来啊 啊 种的水果也是一样 那这次讲到啊 因果教育 补助 倫理道德教育 我们话说回来 讲到这个祭祀祖先 就是 纪念祖先 那么在伦理里面讲啊 祭如在啊 祭祀 那祭祀啊 就是 祭如在 在儒家讲这个 鬼神啊 是讲自己家里的祖先 不是讲外面的 自己的祖先要自己拜 那你不能去拜别人家的祖先 这个是违背那个礼 违背那个礼 那么 祭祖 祭如在 就是 祭念过世的父母 祖父母 历代祖先啊 那么就如同 祖先在面前一样 这个 也是佛法讲的观想 就是你心中有祖先 他就感应了 你心中你 拜父母 那这个父母 那这个父母就 来应了 就来感应了 你心里有嘛 祭如在 在就是有 心中 你有父母 有祖先的存在 那么如果你心中 没有父母 没有祖先的存在 那你就怎么 怎么搞怎么办 也没感应啊 你心里没有啊 不存在 那么现在很多我们办这些祭祀活动 甚至自己家里拜祖先 心里啊 心里啊 是没有祖先 那么有的拜的生烦恼 有的拜的生烦恼 有的拜的生烦恼 那么像我们现在这个 公开场合这个祭典啊 这个叫公祭 这个叫公祭 在台湾 这个 都有祭孔 祭孔之前 先祭祖 祭拜祖先 所以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祭祖 宜归啊 我们也不懂啊 都是 很孔庙的 而且 犯祭孔祭祖的老师来教 实际上啊 我们 现在这个祭祖啊 也是我们属于老上提倡这个敬忠的了 有一次我在台北 那这个 之前姜老师也介绍我跟这个 孔子的 嫡孙啊 79代 孔吹长先生 那以前啊 在汉朝到清朝啊 明清时代啊 他们家这个 嫡传的 嫡传的就是长子 下来长孙 长孙下来 再长孙 那个第一个 那个叫嫡传的 他们这个家谱 一直 传下来 到明清啊 这个 政府都有给他们一个 官爵 一个爵位 在明清称衍圣公 到民国啊 称为奉侍官府 那么奉侍官府 后来签到台湾去了 现在 也是只有名义了 没有实质 这个奉侍官府啊 过去这个 这个 是总统府的特任官 总统府的特任官 后来到李总统那个时候啊 就本来会除了 会除现在 那个孔子的 79代孙 77代孙是孔德成先生 那孔德成先生啊 日本这边很多人认识 跟日本这边啊 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在这个 日本啊 这个孔学啊 也是 很兴盛的 所以孔德成先生 往生五周年 江老师也介绍我去参加啊 这个 韩国 日本 都有这个 很多人去参加这个会 特别是韩国啊 特别多啊 那么我们中国不要孔子 这个韩国是 说孔子是我们 我们国家的啊 这个我们这个这个中国啊 民国成立以来啊 武士运动要打倒孔家殿啊 到后来到这个 又有文革 不要了啊 那这个是我们 这个民国成立以来啊 过去雪如老人讲啊 他说这个 中国五千年来啊 不要中国传统文化呢 这是 从中华民国开始 这很奇怪的 他以前这个元朝 不是汉族统治的 是蒙古族统治的 清朝是满族统治的 那也不是汉族 但是呢 他们不同的族群啊 这两个朝在啊 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呢 那 比汉族的人学的透彻 这知道中华民国啊 不要中国传统文化 那这个是 有史以来啊 是最奇怪的事情 那所以 现在讲到 传统文化啊 这个 大家都很冷门的 这个大家都 也没什么概念 也非常的 深疏 那眼看啊 就要断绝了 所以我们庆老和尚啊 非常着急 大声疾呼啊 这个中国团统文化呢 那不是只有中国人 需要啊 实在讲啊 全球人类 大家都需要的 所以现在在联合国 提倡这个祭祖 基世界各民族 万幸祖先 祭祀 那今年上个月 我们也是刚 在这个 法国巴黎 聯合国 乔克恩组织总部 办了世界各民族 这个 每一个族群 你都有你的祖先啊 都应该纪念祖先啊 那不是中国人 才有祖先啊 那 美国人他没有祖先吗 英国人没有祖先吗 大家都有啊 自己的祖先不能忘记啊 所以这个提倡啊 也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在联合国就是 既是世界各民族 万幸祖先啊 所以讲到祭祀 就是祭儒在 你心中 要有祖先的存在 那么 心中没有祖先的存在呢 对现前的父母啊 他也不懂得 怎么去孝顺 先来讲孝养父母 全世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 没有教这个课 那现在呢 全世界 教的 孔老夫子讲 四个字 道德仁义 艺术那个义 那个义啊 就现在呢 各行各业 百科 科学技术 文艺哲学 种种种种的 通通包括那个义 里面 所以现在学校教的 就是 最后那一个字 叫义 那个叫织末 织末 那个本就是道德仁 这个没有 没有这个教义 现在在学校啊 没有教你要孝养父母 要友爱兄弟 怎么待人处事 没有教做人 教做事不教做人 所以人情四乎 一看也不懂 那么自己的父母 都不会去爱 那他怎么会去爱别人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所以现在呢 家庭幸福的 越来越少 社会啊 越来越不安定 坐监犯客的 越来越多 那整个世界啊 实在讲啊 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大家想要世界和平 但是呢 越来越不和平 根本的原因啊 就是没有 倫理道德因果交易 这个没有啊 只有教后面那个义啊 艺术那个义啊 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 只有在枝末上 教那个 所以现在的人啊 他不懂得做人 要原谅他 没有人教嘛 我们老上讲啊 现在人犯再大的错 你都不能怪他 从小没人教 那不代我们这一代 没有人教 我们上一代的父母 也没人教 我们的祖父母也 也没人教 可能真祖父母 还有 到民国成立以来 就这个慢慢 就抛弃掉 就不要了 就专门学外国的科学技术 把自己祖宗传统化呢 都抛弃了 不要了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啊 是越来越乱 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大家每天啊 如果打开报纸 现在有网络新闻 很多 那你看啊 这是一个字 乱 那么这个世界 社会要恢复秩序 在上个世纪啊 70年代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汤恩比教授 有一次他跟这个 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 他也讲了 他说 21世纪啊 这个世界 社会秩序 要恢复安定 恢复这个秩序 必须 必须 学习啊 中国的孔孟邪说 以及大圣佛法 这个世界啊 这个世界啊 才有可能恢复自己 如果没有学习这个 那越来越乱 当时他讲这个话 很多人质疑 那个时候啊 中国大路正在文化大革命 就是要把我们祖宗传统文化 全部租掉 彻底销毁 连寺庙啊 那个佛菩萨 那个孔圣人啊 道教的这个 这个 先祖啊 都遭殃了 庙都被拆了 被毁了 当时啊 文革 是继续武士运动发展出来 不要了 不要祖宗 所以文化通通不要 所以很多人质疑啊 庞安比教授讲了 你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人家 你说这个中国传统化那么好 那么好中国人他为什么自己不要呢 文化大革命呢 要把这个全部去掉 所以当时很多人质疑了 那里面讲这个话对吗 那里面讲这个话对吗 那是上一个世纪讲的 那么到现在这个世纪啊 我们 我们 牢上 在英国办汉学院 实在讲 这也是个感应 我们在想啊 那个洋人怎么可能会来 找我们牢上办汉学院 也素媚生平啊 不认识 因为汤恩比讲了这些话 那有出书啊 在台湾有翻成中文的 他是英文翻成日文 日文再翻成中文 台湾这个书名叫展望21世纪 到了这个世纪 那么大家越看啊 这个世界是真的是越乱 科技越发达越乱 那么为什么 科技越发达越乱 科技越发达越乱 有很多人明信科学 所以这个汤恩比教授 我在这个书也讲 现在的科技啊 盲目的发展 我们要注意啊 他讲盲目的发展 为什么盲目发展 该发展的也发展 不该发展的 他也发展 盲目的发展 那盲目的发展科技啊 带来的副作用 那就很大了 现在整个 地球软化啦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有一些政治人物啊 他也是蒙着眼睛说瞎话 说那个跟 我们发展这些啊 没有关系的 大家想一想 怎么会没关系啊 软化怎么跟这个科技 会没有关系 几千年不软化 为什么我们这个才一百 一两百年就软化了 大家去看看 飞机上的 天空上飞的飞机 那个排出来 那乐不乐啊 地上跑的汽车 现在前期有多少 加上轮船 他像工业 工厂 但是政治人物 为了他的利益 没有关系啊 以前没有 也是有软化啊 大家现在开这个空调 开冷气 我曾经试过啊 里面很凉啊 但是外面那个 排出来那个气 是热的啊 在法国巴黎啊 也有这个 气候软化的这个 这个会议啊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 但是啊 人啊 只要被这个利 蒙蔽 利益心心啊 这个利蒙蔽 眼前的灾难啊 他也不知道了 只看到利 他没有看到害 所以我们中国的祖先啊 造智这个 术也都是含有很深的智慧 厉害厉害 意思就告诉我们啊 你不要只看到利啊 你要 要评估那个害 就是你发展一个东西出来啊 他有正面的 那你也要去计算 他有没有负面的 有没有副作用 副作用多少 副作用大于正面的作用 还是正面的作用大于副作用 还是完全没有副作用 这个都要去计算 要评估的 所以科技发展到现在啊 正在讲啊 这个世界非常危险的 这个世界非常危险 大家呢 有一些人啊 他也 没有感觉啦 还觉得这个世界啊 会越来越好 好吗 这个世界 越来越好 关键在人 越来越不好 关键也是在人 在人心 好不好 人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正知正见 关键都是在人 这些灾难啊 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但是人制造了灾难 又要推卸职人 能推卸吗 大家要一起去买单 谁能推卸啊 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啊 没有一个人能幸免 所以唐恩比讲的 是有道理啊 也是事实真相 现在这个 不要战争 唐恩比啊 一直想啊 什么避免战争 因为他知道啊 这个核子武器啊 这个 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战到最后 肯定是核子大战 那核子大战没有输赢的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 连北朝鲜他也有 那这个核子战啊 主要是同归于尽 大家一起去死啊 美国不准北韩造核子 但是 美国的核子弹 是光美国一个国家的核子武器 可以毁灭地球两百次 那 你说核子不可以发展 那你自己为什么做那么多 做那么放在那里干什么 自杀用的啊 再想一想 这道理不难明白啊 那你美国做那么多 那我国家比较小 我做少一点吧 美国也有 英国也有 法国也有 德国也有 俄罗斯也有 中国大陆也有 现在巴基斯坦印度都有 美国也有 北韩很穷很穷啊 要做个两科 做个两科你就不敢动了 所以科学家有智慧嘛 所以05年 我到美加去巡回演讲 我们那些同修都是 最少是硕士 所以来听课啊 最少是硕士 那博士就很多了 我就讲啊 我说这个 你们都来这里学科学的啊 我说科学家很聪明 但是没智慧 佛经讲啊聪明是什么呢 八难之一啊 叫四字变聪 他遭难啊 他没智慧啊 他很聪明啊 你可能发明这些东西 我们发明不出来 科学家头脑很聪明啊 但是没智慧 就像汤恩比博士讲的 该发明的也发明 不该发明他也发明一大堆 那不是没智慧嘛 你这样发明核子武器 然后 来造成地球的危机 那这是有智慧的人 会这么做吗 日本是第一个 受核子武器攻击的国家 美国是第一个使用核子武器的国家 所以有一次我到广岛 那个大概一二十年前 去旅游 一个日本的小学生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人类要战争 这么惨 战争本来就很残酷了 所以汤恩比特一直想 怎么样能避免这个世界 这个核子武器战争都是毁灭地球啊 他想来想去啊 唯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这个地球成为一个国家 那就不会打仗了 他这个想法 他这个想法 那么这个地球 哪一个国家 最有可能来统一世界呢 他讲的是中国 他是根据啊 世界的历史去研究 他这个看法 他说如果这个世界都是成为一个国家 那就不会发生核武战争 如果不统一啊 可能会 这个核武战争啊 早晚会发生的 那么他分析这个道理啊 也不无道理 当然有很多人他听的不以为难啊 也不会接受 但是我们 他是历史学家 研究世界各国民主文明历史 他也不是乱讲 他讲的也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讲 大家看一看历史 那你 你来看 这个 中国历史 欧洲的历史 这个唐安比讲 欧洲 罗马帝国瓦解 就没有再统一过了 那 那么在中国古代 可以说啊 内战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内战最多的 全世界啊 内战最多的 就是中国 那内战最多 我们要了解 他的地理位置 跟其他国家呢 接的 会互相侵犯 那么在古代啊 在孔子 那个时代 春秋战国 你看春秋五霸 战国其雄 一天到晚打 打来打去的 大国欺负小国 要把他吞掉 那后来秦始皇 这个七国啊 秦始皇吞六国 那统一了 这个中国统一是从秦始皇开始 之前没有统一的 之前的各自独立 在周朝八百诸佛 一个县就是一个国家了 那个国有小国有大国 但是呢 不统一啊 一天到晚就打架 这个战争不断 到后来 秦朝统一了 后来又 亡了 到汉朝也是统一了 汉朝到末年又变成三国 这个三国元历 又是一天到晚打来打去 你看看中国历史啊 内战最多打来打去 你要了解这个历史 所以汤恩比教授讲的 这个也不合道理 的确啊 地球是一个国家 那就不用打来打去 那是同一个国家嘛 地球人嘛 地球村嘛 那他是一直想这个问题 所以他提出来的这些看法 这个 也是 是 我们有 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 那么最好的统一 这个我们牢上讲 你这个政治统一啊 这个 恐怕很难 所以 这个 汤恩比讲啊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我们牢上啊 做个补充解释 不是中国的政治 也不是中国的经济 也不是中国的军事 也不是中国的科技 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确啊 全球人类 大家一起来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那这个世界 就和平了 的确文化才是根本 那其他都是字幕 就孔老夫子讲的 道德人 就是根本 所以孔子教学啊 一生从人开始 从人下手 那么有道德人 再来学这些艺术 各行各业 那才能创造 幸福美满的家庭社会 如果没有这个道德人啊 那些艺术 科技越发展 就越害人 这个世界就更乱 科技发展啊 金贝竞赛 科技竞赛 就是一天到晚在竞争 真的不修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 我们现在中国人也学外国人了 从小就教竞争 竞争提升就是斗争 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 那战争的结果就是 死亡 灾难 灾难 家破人亡 所以他那个因 就是灾难的因 制造灾难的因 果报就是灾难 所以这个祭祖他的意义非常深厌 非常广 我们一定啊 要明了 这个三天啊 去年我是讲净土集 这一次孙会长说要讲这个祭祖的意义 这个三十系列的意义 因为三天都同样的题目 今天啊先讲这个祭祖这一部分 中国传统的祭祀祭典 祭念祖先 那么他要用什么心态 那么现在呢我们牢上把这个 中国祭祖这个活动啊 推崗到联合国 希望啊世界各族群都要祭祀 祈念他们的祖先 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祖先 这个 伦理讲 圣宗追缘 明德归后 一个人恋恋不忘祖宗 恋恋不忘祖先 那么 他的心才会归后到 不然人心就会很苛刻 很苛薄 这是孝道的教义 人心归后 圣宗追缘 明德归后 归后到 这个世界才会和平 人心如果苛薄 这个世界 就不和平 夜来也不和平 所以这个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祭神是祭外面的天地鬼神 就跟佛法讲观想一样 你祭观光 观想观光 你就跟他感应 观光就来 祭妈祖 你观想妈祖 妈祖就来 看你祭什么对象 你想什么对象 那个对象就跟你去感应 他就现前 跟我们练佛一样 我们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了 就是观无量收佛经讲 观想念佛 祝大家福慧增长 发起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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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